OdioJungle 所谓一江成名万古窟,用在曹操身上是在合适不过了,曹操少年的时候还仅仅是一个整日只知道踢龙驾鸟,斗鸡遛狗的顽固子弟,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偏偏不悟正业的坏孩子,最终竟然成为了乱世萧雄。 曹操青年时最引以为傲的一句话,就是别人评价自己为智识智能臣,乱世之英雄,后来曹操果然成为了一位影响后世几千年的英雄人物,曹操生性多疑,因此在其君旅生涯中很少被人算计,但是这也是曹操最大的缺陷,正是由于他性格上的缺陷,才使得其自毁长城,又为自己树立了很多强悍的敌人。 大家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,肯定都会看出曹操这一辈子最大的失误,就是杀错了两个人,又放错了两个人,最终导致自己失去了统一全国的机会,那么曹操错杀的这两个人是谁,放错的两个人又是谁呢? 且听小编慢慢道来,首先咱们先来说,一说曹操杀错的两个人,这两位一位是神医华陀,一位是杨修,华陀医术精湛,为何却被曹操杀掉了呢? 按照三国演义中的说法,是曹操患有头疯病,中年之后,越来越严重,于是就请华陀前来医治,但是华陀在诊断完病情之后,说要开炉治病,曹操以为华,要害他,于是就将华陀杀了。 但在正史上,华陀之所以被杀,是因为当时曹操攻进徐州,大开杀戒,而徐州正是华陀的故乡,所以华陀对曹操是恨之入骨,后来曹操几次因为头疯病,请华陀为其治病,华陀都拒绝了,最终曹操大怒,于是就将华陀杀了。 曹操不久之后,也因为头疯叙事了,曹操错杀的第二个人就是杨修,杨修此人非常有才,但是却时常卖弄聪明,曹操也不和他计较,但是曹操后来被杨修的肆无忌惮给激怒了,于是就将他杀了。 当时曹操出兵汉中进攻刘备,困于邪谷借口,欲要进兵,又被马超聚首,欲收兵回朝,又恐被蜀兵耻笑,心中犹豫不决,晚上吃饭的时候,正碰上厨师进鸡汤,曹操碗中有鸡肋,因而有感于怀,随口说了一句,鸡肋,鸡肋,结果被杨修听见,杨修回去就呼彭患有收拾行李准备撤退了。 曹操大惊,得知是杨修的主义之后,勃然大怒,于是便杀了杨修,后来曹操兵败,只好撤军,曹操这才后悔杀了杨修,可惜为时已晚,曹操错放的两个人一个是关羽,一个是赵子龙,关羽和赵子龙都是刘备手下武力职非常猛的大将,并列为数汉武虎大将。 当年刘备兵败,关羽为了保护嫂嫂,只好投降曹操,结果曹操对关羽十分敬重,不仅赠与其赤兔马,而且还上表朝廷封关羽为汉寿停侯。 曹操一心想要招降关羽,可是关羽对刘备缺失,非常忠诚,虽然关羽为曹操斩颜良朱文仇,但是在得知刘备在袁绍处之后,便跨上士兔马,一路过五关斩六将,最终和刘备相会,而曹操也没有难为关羽。 得知关羽不辞而别之后仍然放行,虽然让关羽颇为感动,但是却为后来留下了一个祸患,赵子龙就比较牛了,关羽是一关一关的床,而赵子龙则是在百万曹军中生生把阿斗给抢了出来,实在是英勇至极。 当然赵云固然应有,在长板坡之战中出尽了风头,但这也是曹操手下留情,才能让赵云折腾这么久,否则乱剑齐发,赵云早就被射成筛子了。 当时,有人准备射赵云,而曹操却越看越喜欢赵云,硬是不让射,结果赵云夺了两把宝剑,左右砍杀,斩杀了曹军很多大将,最终突破层层包围,成功地将刘缠救了出来。 而曹操也没想到,赵云后来成为了蜀汉帝国中相当牛的人物,不仅在前期表现活跃,而且还在后期北伐战争中屡历战功,让曹卫头疼不已。 如果曹操知道赵云后来的作为,恐怕隔得再远也要将他射,